开始咖喱牛筋肉火锅 把800克金头巴脑洗净后倒入锅中 加入冷水 没过肉块 开始煮肉 等待开锅 将煮出的雪末贴近 转小火炖煮一个半小时左右 接下来放入土豆 洋葱和胡萝卜 把食材拌匀 放入泰式黄咖喱 让咖喱块融化 再焖煮半小时 我们的食材多 行着有点淡 得再加点盐 这样一锅香气四溢的金头巴脑锅就完成了 试吃一下 真香 这么美味的金头巴脑 你不想尝尝吗